主料,小米30克,糯米10克,辅量,百合10克,红枣,红糖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将材料清洗干净,将清洗好的材料放入锅里加入适量的水,盖上盖子开始蒸。 我这是懒人做法,途晚睡觉前插上盐满顿,到第二天刚刚好,吃的时候加红糖即可,若你是一大早牢,把小米、糯米大火煮开后撇去浮沫,改小火,20分钟左右加入红枣继续煮,等稍微浓稠时加入百合,浓稠后关火即可。 这样的话百合,要提前泡好,小米养味,进入初秋,好好滋补吧,烹饪技巧,可按个人喜好添加其他的美味食物如一元米,红枣,花生,南瓜,百合等,不错的一款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